说起世界上最厉害的轰炸机,人们首先讲到的一定是B-2。 要是知道B-2是美国1975年计划建造的,为何四十几年过去了? 这个美国老牌轰炸机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呢? B-2,绰号,幽灵,是全球唯一的一架可以躲避雷达监测的隐形轰炸机。 当然它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它的战斗力,它飞行距离极远,在不加油的情况下,可以航行一,两万千米,而且它的载弹量大,这意味着B-2从美国起飞,可以轰炸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B-2的研发,美国成了全球唯一一个可以造出隐形轰炸机的国家,它的初衷是躲避二战时期苏联雷达的监控, 隐秘进入苏联摧毁对美国威胁极大的远程对空导弹,后来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造出过一架可以抵离美国的隐身轰炸机。 反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到2015年才提出造隐形轰炸机的计划,但是造出的轰炸机可以说是跟E-215一样,又被称为盗版B-1司机。 作为美国死对抗的俄罗斯难道就不想制造一个真正的隐形轰炸机吗? 肯定想啦,但是太过艰难,B-2的造价实在是太高了,一架B-2的造价就达到了24亿美元。 而且B-2的节奏也是十分特殊的,机身上的零件很多都不是通用的,所以一旦损坏,它的维修价格也是高的离辅。 另外B-2最引以为好的隐身状态也需要特殊的材料,掌握这项技术的就只有美国。 霸权主义的美国是不可能让别的国家掌握这项科技的。 B-2创下了很多轰炸机之最,最贵的轰炸机,最先进的轰炸机,最具摧毁力的轰炸机等,中国在1999年反对北约轰炸男联盟的时候就被这架B-2抱负过,所以中国也在研制反引擎设备,并取得了成功。 近期宣传片中中国新一代的轰炸机也露出了争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并有超过美国B-2的战机出现。 据香港南华早报23日报道称,预计多种可大幅提升解放军战力的重器将于明年完成研发或交付军队。 报道称,轰-20轰炸机的研发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可能于11月底进行了巨烂-3型潜射洲际导弹的飞行测试。 未来096型核潜艇将配装这款导弹,轰-20,英文H-20,是中国正在发展的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 这是一型能够打击到太平洋上更远目标的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2015年7月13日,日本外交学者发表的题为《中国想研发一种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文章中提到《空腹-20》,2016年9月,时任中国空军司令员马晓天披露。 中国正在发展新一代远程轰炸机,传说中的《空腹-20》得到确认从飞机诞生以来,就以其居高临下,行动迅速的特点成为军事领域的宠儿,特别是自二战以来,空中突袭,空中打击等战术日益完善,甚至有人发出,现代战争失去制空权就以为助失败的惊叹。 而针对空军的各类防空武器也是蓬勃发展,防空作战是任何国家的军方都不能轻视的重要领域,而要实现有效的防空作战,雷达就是必不可少的用具。 传统雷达具备远超人类肉眼的视距,可以在数百甚至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发现来袭的敌机,因此可以支持防空作战部队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对来袭敌机进行拦截, 从而减少敌方对我方的空中打击强度,有效保存敌方的作战力量。 雷达的基本结构其实很简单,基本的雷达主要有两项设备构成,发射机和接收机。 雷达的工作原理就是一套发射机发射电磁波,当电磁波触碰到物体时,就会被反射回来,这样接收机通过接收雷达电磁波,并分析其波形。 从而判断发现的目标是什么性质,如果识别出是敌机,就可以在指挥警方的防空部队加以拦截,因为我们肉眼和见光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电磁波, 所以简单地说,雷达天线就好比一部探照灯,通过发射电磁波,对周边空力进行探测,一旦发现敌方目标即可对其实施难解和打击。 针对传统雷达的这一特点,人类目前已经有针对性地开发出了专用隐身战斗机。 所谓的隐身战斗机,其实并不是绕眼看不见,而是雷达看不见,因为要取得合适的侦测效果。 雷达所使用的电磁波波长不同于可见光,雷达波的波长设定不但要能够判定目标性质,还要兼顾有效视距。 可见光由于视距较短,显然不符合需要,所以现代雷达通常使用毫米波和厘米波作为主要探测手段。 隐身战斗机就针对现代雷达所使用的电磁波频段,采用针对性的设计。 例如,外形设计成不规则多面体,这样,当飞机被雷达波照射时,会把雷达波反射到其他方向,而不是原路反射。 只要雷达的接收机接收不到回波,就意味着雷达看不见来袭的飞机,从而实现隐身功能。 除此以外,现在的四代隐身战斗机还大规模使用吸收雷达波的涂料坑涂在飞机表面,以便吸收雷达波,使其根本不被反射。 通过综合优化设计,四代战斗机的雷达波反射水平仅相当于典型三代机的1%,甚至1%。 例如三代的F-15战斗机,正常雷达反射面积,RCS,为3至5平方米,四代的F-22战斗机,体积大小和F-15差不多,但RCS只有0,001平方米。 传统发射电磁波的雷达在遭遇这类,隐身战斗机时往往因为无法有效接收电磁波反射信号,或者反射信号过于微弱,所以根本无法有效发现来袭路标。 这就成就了隐身战斗机的赫赫威宁。 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美军首次将第一代的F-117隐身战斗机大规模投入战场,全部42架F-117出动量,仅占整个海湾战争盟军战斗机出动量的2%,但是却承担了超过20%的空袭任务。 而且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F-117是唯一能够突入巴格达实施轰炸的盟军飞机,隐身战斗机的强大效能由此可见一斑,而传统雷达防空系统则因为性能上的问题,无法有效对可隐身战斗机,从而面临全面的防空危机。 不过,这种局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了,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珠海航展上,我国科研人员展示了一款有可能颠覆整个防空作战技术的新式装备,量子雷达。 现代科学技术从微观角度观测世界万物时,会发现所有物质都呈现玻璃二相性的特色。 而量子技术,核心就是观测事物在微观领域的高频振动波状态,并通过不同的振动波形来判断物质的特性,例如大小、质地、形状等等。 也就是说,量子技术是直接从原子的角度看待物质,这一点和我们从宏观上看待物质是完全不同的。 其于量子技术而研发的量子雷达也是利用了物质不合的量子属性,这是因为,目前人类所认识的任何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量子。 量子雷达的原理就在于,任何构成物质的量子都可以吸收光子,而光子具有能量。 量子在吸收光子后,自身能量水平提升,从而会改变原有的量子状态,也就是说,物质的高频振动状态在吸收能量后会发生改变。 从宏观角度上举个例子,每天在家做饭,生的硬的比例,在加水后放电饭锅蒸煮,通过吸收热量,生米煮成熟饭,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把这个组成微观化,把生米想象成一个一个的量子,当量子在吸收能量后,就会由生米变成熟饭,而量子雷达正式建筑这一特点。 来观测物质,光子是一种基本地子,它无处不在,甚至在完全漆黑,通的条件下,也无法杜绝光子的存在。 而在自然界中,光子自然是成千上万,而隐身飞机在飞行中,构成其机身的量子在吸收光子后,能量提升,量子状态改变。 因此只要对比其量子状态和周围背景之间的变化,飞机外形就可以通过量子雷达进行观测。 而且,由于万事万物都具有吸收光子改变量子形态的图性,因此量子雷达在理论上是无法被干扰的。 这也是量子雷达的一项独门绝技。 量子雷达出现的时间非常短,目前为止依然是世界最为尖端的雷达技术。 该技术最初由美国罗切斯克大学光学研究所的研发团队最先提出,但是目前我国在量子技术方面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早在2016年时中国已经造出第一台量子雷达样机,本次珠海航展则是中国量子雷达技术的第一次大规模展示。 而这种技术一旦成熟并大规模应用,完全有可能彻底改变如今的防空作战模式,甚至让隐身战斗机从此完全过时。 因为,没有任何飞行器能够逃过量子雷达的法典,利刃龙猫,本次珠海航展则是中国量子雷达技术的第一次大规模展示。 而这种技术一旦成熟并大规模应用,完全有可能彻底改变如今的防空作战模式,甚至让隐身战斗机从此完全过时。 因为,没有任何飞行器能够逃过量子雷达的法典。